罗斯谷诗文诵读千百年 欢迎来到罗斯谷诗文 罗斯谷诗文 曾生的生族年不同学者意见不一 例如赖一辉考证得出 曾生生于开元六年 足于大立四年 文一多认为曾生生于开元三年 足于大立五年 小年五十六岁 不论他的生族年到底为何年何月 可以确定的是 他出生时 这个家族无门三项的荣耀 已是记忆中的回味 曾生整个海提时期都过得极为贫苦 好在他天资聪慧 学习刻苦 五岁史读书 九岁赴诗文 后隐居松山数年 带肚子中积累了足够的墨水后 便依然踏上了为公民奔波的道路 开元二十二年 年近二十的曾生怀揣着一个当打官的梦想 赶至洛阳 效仿先例 期望通过上书获取官位 但结果并未如愿 为入室而奔波的日子 一直持续到天保三载 方出现转机 这一年 他高中进士 被授予幼内率府冰草参军的官职 折腾了这么久 才谋得一个小小的官职 不由发出三十时一命 幻情多欲蓝 自怜无就业 不敢耻微观地砍探 瞅着自己不断上涨的年龄 和还未实现的梦想 一日他突然醒悟 安能终日守闭咽 于是气比同容 开启两段出赛之行 第一次出赛 在天保八载东 他随安息四镇节度时 高先知赴安息智里秋辞 在高先知幕府中任长书记 直至天保十载初归京 第二次出赛 在天保十三载 他以封长青的判官的身份 远赴北平 直至至德二载 放回京都长安 曾生的两次出赛经历 随未有任何建功立业的事迹 流传青史 却在他的笔尖 酿出罪人的诗意 边塞夜里的风会怒吼 轮抬九月风夜后 一川碎石大如斗 随风满地石乱走 边塞的云别样壮观 汉汉栏杆百丈兵 绸云惨淡万里民 边塞的寒冷分外刺骨 九月天山风四刀 城南列马缩寒毛 边塞的生活则是 胡佳一曲断人长 坐上相看泪如雨 琵琶长笛取香鹤 枪而胡除 其唱歌 将军纵伯长场胜 赌得蝉鱼雕鼠袍 这些七言诗句 记录下了一个奇妙 瑰丽 绚烂的世界 回到京都后 曾深受杜甫等人举荐 受又不缺 后改任起居舍人等官职 大力元年 官职加州刺史 是称曾加州 直至大力三年 任职期满被罢官 不久后去世 他拼尽了一生 都没能实现 那个当大官的梦想 在加州时 也曾用 一官聚足道 欲趣令人愁 这样的诗句 吐槽过自己 那实之无畏 气质可惜的卑微观止 但就凭他在 边塞诗人中 举足轻重的地位 以不枉在这世上 走这一遭了 这节课就到这里 罗斯古诗文 诵读千百年 下节课见